一届林成为CBA第二个得分过爱的球员,在广东和山东队的常规赛中,阿联破一万分,成为记住方语之后,又一位得分过爱的中国球员,也是CBA最年轻的一万分先生,从当年的矛头小子,到支针闯当NBA,在接过姚明的火炬棒,成为CBA第二个得分过爱的球员,在广东和山东队的常规赛中,阿联破一万分,成为一位得分过爱的中国球员,也是CBA最年轻的一万分先生,从当年的矛头小子,到支针闯当NBA,在接过姚明的火炬棒,成为CBA最年轻的一万分先生, 成为中国男男一哥,这一路走来,阿联给我们带来的高光时刻,远不能用这一万分来概括,时间回到17岁的易建林,那时的瘦弱的青年,用天赋征服了国家队,出战雅典奥运会,2007年选秀大会,易建林在第六岁内被雄鹿队选中,继摇宁后,又一位中国球员开启了自己的NBA生涯,虽然阿联的NBA生涯没有大摇, 但也不妨诸多高光时刻,就在新秀赛季第二个月,就打出了29分10篮板的出色表现,拿到越最佳新秀,在最佳新秀榜山一度仅次于杜兰特,告诉全世界,中国篮球不止有姚明,在篮王打出生涯最高分31分,单场拿到过20分19篮板,在青台时大场共进九封盖,阿联在NBA征战年数不多, 但也经历了多次交易,每一次交易对于阿联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转变,却不是变好,而是变坏了,从首发变替补,再到压缩上场时间,数据从两位数到一位数,他不再想这样下去,他又再次回国了。 在2008年奥运会上,易建林已经是中国男篮,李锦次于姚明的二号人物,和孟之队的比赛中隔口安东尼,和德国的小组出现生死战,阿联最后时刻命中价值千金的中投,保住了中国队的胜利。 当和易建林同时代的国家队成员,孙悦,陈香华,王世彭等慢慢退出球迷失也时,阿联却还是中国最出色的男篮球员。 这样的成功,除了天赋,最不离开他的自律,广东队曾经在一次CBA开散前的聚餐,阿联手男果汁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当时广东队动员会的酒席上,基本上,都是人手一杯红酒,唯有易建林,他喝的是果汁,很多中国球员被拍到在街头露串,还挺着一个并不小的白肚皮。 而易建林,几乎就与这种新闻无缘,易建林肯定不是中国男篮历史上最强,最有天赋的球员,但他绝对是那个最自律的。 每年夏天,都有不少中国球员,愿赴美国去参加训练营,治病疗伤,结果球打着打着变成了赴美旅游,而其余很多球员,赴美训练有了一点成效就会发动态。 但你知道吗?一个夏天没啥消息的易建林,其实也在美国训练,易建林参加了洛杉矶,当地的一个篮球训练营,其中不乏NBA球星,而且几乎不对外公布训练内容。 仅有的几个镜头可以看出,戈里芬也参与了这个训练营,同时阿莲还进行着各种为他良神定制的训练,而他几乎从没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,有多努力。 或许,他是真的把这种努力,当作一种常态了吧,有求你在评论中国球员,夏天,纷纷赴美时就说,只有阿莲,这样的才真叫去美国特训,易建林到底努不努力,到底自不自律。 他的竞技状态和力量身材永远不会说谎,青年队时他也曾像周琪一样只是根系竹竿,而如今他的一双齐林币,堪比美国那些力量型球员,他的身材也是中国国球员里最好的那一个,清晰可见的腹肌,强壮的身体。 至于经济状态,历史上,有几个中国球员,还能在三十多的年纪保持如此好的状态,在姚明之后,易建林就是国家队毫无悬念的老大,他经历了08年之后不断的失败,曾经在亚军领奖台上演念懊悔,但他始终没选择在低谷时离开国家队,或许他没有像姚明一样,成为世界之天。 他对中国南兰的付出,不比任何一个人少。 如今的他,终于又带领中国南兰回到了亚洲之天,不出意外的话,2020年奥运会他也会出展,从04到20,五届奥运会,阿联值得求你的尊敬,Wrestle。